阿呆 你看那个怎么样 阿呆眼睛一亮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处置点 露西啊 小心 我们离远一点 好 成功了吗 玩家完成当前任务之限4 击杀或者尝试控制复仇女神 使其无法攻击直升飞机 至少在18小时内 复仇女神将无法完成复活 引在暗黑骑士团中的声望大幅提升 当前怀任务 绝望的求生者 预计判定完成成功率提升至97% 好 尽管无法完全杀死复仇女神 但已经足够完成任务 你完成了任务 露西亚的信念 你与露西亚好感度大幅提升 你在暗黑骑士团中的声望大幅提升 你与张放好感度提升 你与巴克有好多提升 你与 密密麻麻的提示 刷了一排的游戏预志 张放 戴维 巴克 都是一些认得出的名字 到后来 一个个都是阿呆从没见过 甚至毫无印象的名字 呦呦 露西亚在暗黑骑士团里面的人员这么好 露西亚 我们先回去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丧尸群 被爆炸和火光吸引进入化学工厂 阿呆招呼露西亚一起架起步枪 沿着来时的路返回地下水道 第二天 太阳如往日一般从东方升起 昨晚的爆炸导致大量丧尸群 朝着化工厂方向聚集 允星公司园区也遭受到了波及 暗黑骑士团整个晚上 都在轮班守护武器工厂 每个人只睡了不到三个小时 直至现在 无穷无尽的丧尸群 仍在进攻武器工厂 萧景还是第一次见到 张放那位严厉古板的队长这么高兴 目标人物的计划大获成功 成功解决了复仇女神 拯救了露西亚 她在暗黑骑士团中的声望 子大幅提升 值得注意 萧景停下笔 她又看了看工厂后方的大门 想了想 她继续提笔低头记录 目标人物与露西亚关系密切 昨天晚上他们回来之后 一起待在地下停车库很久 期间还不允许外人进入 非常古怪 正想着 萧景注意到背后的通道门被人推开 是阿呆 阿呆怎么样 并且还算不错 勉强修复了五辆作战装甲车 足够我们完成小队的输送 好 干得漂亮 阿呆 萧景则是不敢置信地看着阿呆 五辆车 全部修好了 她的机械维修技能等级 真的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而且 她的体力值真的足够了 阿呆伸了个懒腰 她的精神的确还算不错 昨晚她在安排完丧尸分身的流水线之后 就下前休闲 鱼队长 张队长 我们商量一下接下去的作战计划安排 好 萧景看着围拢在一起小声讨论的四人 颇为羡慕 她也很想参与进去 可她不敢 真过去的话 多半会被张芳一脚踹出来 顺便还会减少一波 好不容易积攒的好感度 无奈 萧景默默地拿出笔记本进行记录 目标人物 一个晚上完成了五辆装甲车的修理 除非拥有S级别的维修能力 不然无法解释这种情况 后续需要着重进行调查 简单的讨论之后 小队众人制定了后续的计划方案 众人决定各自分成三队人员行动 一队留守一区武器工厂 将工厂作为集合点 另外两队带队驾驶装甲车 分别前往救援 接应其他小队回归武器工厂 接下去 他们还需要清理出一条 从一区至办公大楼顶部的通道 准备就绪之后 阿呆决定不去参与接下去的救援任务 他手头上的任务太多了 首先是完成维克特的任务 寻找疾病毒阻断剂 顺便还要寻找改造舔试者使用的T病毒 对了 还有允星公司神秘的S区 时间太紧了 现在复仇女神暂时无法行动 跑去完成低难度的救援任务就太傻了 露西亚被阿呆安排和娱乐小队 一起前往白教堂接应八个队场 他看到阿呆并没有选择和他一起 阿呆 你不跟着我们一起吗 不了 趁着这个时间 我还想去探索一下允星公司内部 别忘了我们初始的任务 总不能白来一次 你要一个人进入允星公司内部探索 这太危险了 没事的 危险早就习惯了 没什么好怕的 露西亚抿了抿唇 犹豫再三 那好 我跟你一起去 咦 露西亚居然不去吵着去找他哥了 他抬起头 上上下下打量着露西亚 你 嗯 我和你一起去 我可以保护你 露西亚说着 低头开始整备枪械 嗯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露西亚的实力 很强 那可是能够硬刚第一阶段复仇女神的狠角色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以及抗击打能力都是顶尖的 但是 主线任务需要确保露西亚的安全 之前萧景提到过 暗黑骑士团第四小队 在探索B区的时候被全灭 而且我对允星公司实验大楼的内部构造很清楚 我还知道允星公司内部通往S区的特殊通道 我和你一起进去能帮到你 你知道特殊通道 等等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以前来过这里 说到这里 露西亚停顿了一下 露出了白皙的手臂 身在阿丹面前 露西亚的手臂上 有一个类似于逆十字标志的符号 允星公司 我曾经也是允星公司生物兵器计划的一部分 七岁的时候 我被父亲带来允星公司 作为生物兵器计划的测试者 当时有几百个和我同龄的人参与了实验 我是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 疾病毒实验 嗯 那你 是奎恩叔叔带着我从这里偷跑了出来 之后我加入政府的特殊证人保护计划 被政府秘密转移进入新的城市 隐姓埋名开始了新的生活 后来在生化事件爆发之后 我加入了暗黑骑士团 难怪 难怪巴克会选择带着他加入任务 难怪露西亚和主线环任务相关 复仇女神对露西亚的特殊仇恨 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露西亚体内有疾病毒 我准备好了 阿呆 我们可以出发了 好吧 但是有两个条件 嗯 第一 你要答应我 执行任务过程中一切都听我的 我保证 第二 阿呆看着露西亚白皙的手臂 心脏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起来 会不会有些唐突了 阿呆深吸一口气 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银色的活体样本采集器 露西亚 你看 要不 我看着露西亚的手臂